好,现在是7月15日凌晨 现在来看一下守护者天使这个活动 他这个守护者天使一共有四种效果 然后这四种效果你要获得是需要条件的 首先,获得连续击杀球可以获得Ocean Siren这个效果 它是可以提升潜能升级率两倍 然后获得连续击杀的时候 它可以获得Crimson Furnies这个效果 它可以提升卷轴成功率两倍 然后消灭一千只怪物的时候可以获得Polaris这个效果 它可以提升星之力强化率两倍 然后 所以它其实对于你上卷轴或者是星之力强化的时候 有很大的作用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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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升潜能的时候 然后这四个效果都是10分钟的持续时间 然后它具体的活动分成了四个 现在看这个东部的这个精灵 它是可以降低装备 所以 现在星之力强化损坏的概率 然后它要 在线15分钟 就将这个 道具变成这个 有些东西等个15分钟 然后 然后是西部这一个 它可以提升卷轴成功率两倍 南部的这个精灵 它是可以提升潜能升级的概率 然后它需要连续击杀球 然后它需要连续击杀球 它只是数量越高的时候 概率越大 基本上要一千两千左右吧 然后北部的精灵 它是可以提升星之力强化的概率 我看现在已经有很多人成功了22星 甚至有人成功了23星 它需要消灭一千这怪物 它需要消灭一千这怪物 降低星之力强化的手 概率两倍了 它还送了一个视频 它要召唤一百次就送了一个视频 然后另外一个是 就是 星之力强化的两倍 看一下 啊 啊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是要这么多变化了 说明镜与点栏目 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